见性旺的时候就称为见经 带有少分旺的时候就称为见经 纯一无杂就是见性 可是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不二 如果见性迷了 它就是旺 所以开悟的人 就是成成真 成成真 成成尽是本来能 相像佛相像佛相像 其实是法身佛 无意法不是法身佛 这不止所以真 富文见性是旺 而不止所以旺 但之见性是真 而不止所以为真 除掉那些 杂的旺见 就是真 富文见性是旺 而不止所以旺 所以以乎迷门 而心未了 管由至佛意 以迷门时及 先未开示 令得广开 语言节 方为起修之本 这句特重要 起修之本 就是开悟见性 才真正的算 有修行的开示 要不然你 依什么为本 你怎么修持 生命意识心 故景之曰 如今自当 第十二天 依教观心 尤言大礼 武当 未如分别 真见 妄见 开示什么 他为密观照之意 三百一十四页 一令将来 诸有漏者 或菩提果 一令将来 诸有漏者 或菩提果 此间亦未来 称上佛为分别 渐渐飞渐 则真心 妄心分明 依真知造真理 修为密观照 不特利益 现会 不只是利益 现在嫩言大 这个法会 一令将来有漏 漏就是烦恼 有种种烦恼的 我执法执 还有空执 凡夫 及有些 恶圣人 以此 甚么他 为密观照之元节 而其 从 根 结 结结 之元修 而其 从根 结 结之元修 意思就是 从根中 去解开 那个结 你打结 哪里打结呢 就是六根 打结 要了生死 就是从六根 去打开那个结 造生死 也在是六根 解脱的 也是在你的六根 而其 就是启动 从根中 去解开 这个结的圆满修行 得自圆满 菩提 无上 结果 有肉 善然 无肉 可知 说有肉 知人 善可得到 如此的利益 无肉 的胜责 你就知道 得到的利益 就更大了 无肉 可知 底下就分别 开始 阿难 一切 众生 轮回世间 由二颠倒 分别 健忘 当初 发生 当夜 轮转 师父先解释一遍 阿难 一切 众生 包括二圣人 全教菩萨 之所以 轮回 这个世间 由于 真心 跟妄心 同分妄见 别妄见 这两种颠倒 分别 健忘 以妄止 分别心 看到了种种的虚妄之相 而执着 当初发生 当初就是指真心 发生 发生 就是变成一念妄动 本来的真心 没有发现 却发现了妄心 所以当初 是指真心 发生 就是指我们的本心 本事 被一层妄所遮住了 结果就是 焉忘 轮回 我们轮回的 很焉忘 当夜 轮转 你当着 造什么善 夜 什么恶夜 什么无际夜 就跟着夜去转动 叫做夜感 延起 轮转 轮回 也是空无自心 换句话说 我们 重复的生活 生命重复的悲哀 而死后 重复的轮回 而且生生世世 多过 重复的 痛苦跟煎熬 而且不觉悟 我们呢 在迷惑的境界当中 不了解 是唯心所限 望止时有 我们依惑 就起这个造业 依这个业 就受到这个果报 而成为 无边的轮回 轮转 很可怜 那么当初发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我们无名的 获献的时候 这根本无名 所限的这个意思 这个相分的境界 还有别业 望见 还有同分的望见 其实供业跟别业 交叉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完全迷失了 这个望 是无所依 是轻一真心而起 但是却不是真心 是一切望境 都是依望见所限 但是望切不离真 就像 你看到一棵树的影子 看到一棵树的影子的时候 你说影子是不是真树 当然不是 望见是不是真心 当然不是 我现在请问大家 那棵树所投射出来的影子 是不是真树 不是 但是是怎么样 不离真树 是真树所投影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望心不是真心 可是望心不离真心 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树的影子不是真正的树 可是影子不能离开什么 不能离开树 意识心不是真心 可是意识心不能离开什么 不能离开真心 这样听得懂吗 好了 都听得懂 很好 理想 此事上文所显 代望之见经 你看 代有少分之望 叫做见经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见经 不是见性 这个时候称见经 纯粒无杂 称见性 见经见性是不二 难有两种见望 就是同分望见 还有别也见望 别也望见 请阿难既肯任见为心 任见为心 就在当下 所以佛就呼当机者 告知耶 我先前所说的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 以见经善有二望 不得不为祥婆 这见见之时 当见经见到了 当我们能见 到见经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见非是见 这个望见 这个时候的见 仍然不是真见 以见经善有二望 不得不为祥婆 一切众生不独六凡 一间小圣全教 轮回世间 但一 但只 一正 两种世间 一就是一抱 环境 正就是我们的 这个根生 就是这个五根生 言而鼻子 而同分望见 同分望见 就是供业所感 供业所感 之望见 只是至货所限 之一正 一正 就是环境 还有六根生 不夹 夜招 就是同分望见 这个时候 所讨论的 日夜星辰 是只有货现 而不加业 不加业招 就是没有夜阴 就是不加业 山河大地的出现 并不会 着感你的生死 夜招 就是从出生 到死亡 一切的享福 就是夜招 也就是这些 日夜星辰 山河大地 还有别人的根生 也是货现 换句话说 在座诸位 你们是我心中 所影现出来的众生 如果我不着 就是用真心看事情 如果住着 就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虽然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日夜星辰 都是我心中 所影现出来的 那你们任何一个人 也是一样 你们任何一个人 站在那个地方 坐在那个地方 其他的众生 都是你心中 所影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众生 说无关 也没有什么关系 说无关 也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 你跟他是缘起 要互相 共同生活在一起 说有关系 也没关系 因为他造的业 你不必承担 所以这个 同分妄见 跟别业妄见 这个错综复杂 所谓 宇宙的定义是什么 业力之王 你这一句要背起来 宇宙者 业力之王 业力所编制的 这个王 就是宇宙 反正说 整个宇宙 就是业力 像王一样 撒下去 没有一个众生 逃得掉 业力所编制的王 就是宇宙 宇宙 就是业力所编制的王 宇宙则 业力之王 所以啊 当我们一个人 成佛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世界的 因为我这个 别业妄见 全部 没有的时候 只有我成佛 假设说了 全世界 我们现在讲 就 六十亿人口好了 我也不知道 真正的数目 是多少了 好 六十亿人口 就一个 成佛 没有用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为什么 还有 五十九亿 九千九百 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还没有成佛 那这个六十亿个人 一念之间 同时成佛 这个会是什么世界 这个叫做诸佛净土 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人造业 自然感到五股丰收 全球也不会暖化 全球的暖化 从哪里来 排出二氧化站来 排出二氧化站 从哪里来 从工业革命来 从工业的进步来 工业进步从哪里来 从人的欲望来 人的欲望 它是动力 人的欲望从哪里来 从贪嗔痴来 所以全球的暖化 从哪里来 从人的贪心来 从人的欲望来 从人类的执着来 人类就是做紧自负 这个地球 怎么不会毁灭呢 地球的资源 它是有限的 就是这个地球 我们大量的开挖 捕捞鱼类 破坏生态 然后我们的工厂的废水 排到大河 大海里面 造成藻类 还有水母大量的繁殖 这个水母会吃掉鱼类的 缺氧的地方 水母就越多 水母越多 就表示污染越严重 水母很毒了 再来 藻类 那个有毒的藻类 也滋生 遗泪没有办法存在 藻类会是 严重的恶毒的藻类 会释放毒素 所以全球的暖化 其实到最后 就是人类的恶心 贪心 嗔恨心 人类所发明的东西 它都是两面的 有好它就一定有坏 像苏联核能发电厂 你至于 Haydi 摇 我 你 感谢观看